大家好,我是九指玩魔阿姆威 这次要介绍的是SD钢弹世界群鹰级 骑士攻击钢弹与罗宾汉钢弹H2 世界群鹰级终于来到了我个人很期待的骑士外传系列 不过目前都还只是热身 真正的噱头都集中在神盾撒旦上 而且名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只攻击骑士摆了名是未完成形 后续肯定还有其他形态能出 而罗宾和H2跟之前的亚瑟钢弹一样 都是等级练满的完全体 所以后续会有强化的机会不大了 反而值得满 骑士攻击钢弹内容物包含本体 组装长剑与背后挂剑指甲一组 首先要说这上市前被人取笑的全身透明轻装造型 是官方故意的设计 而且还设计的相当完善 而非玩家自己随便猜出来吹毛求疵的 所以这角色只是一尊零体的说法 其实还蛮可信的 在亚瑟各种明摆着捏他就是老骑士钢弹后 新版骑士钢弹传承给攻击 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 而原本骑士钢弹除了普通盔甲 还有人马模式 三神器与万能骑士三种形态 攻击自己也有三段武装与完美形态 再加上轻装素体换外装甲的设计 后续会怎么变化 其实都在预料之中了 而且这张灰色脸可能也说明了 灵体攻击骑士处于PS装甲未启动的状态 一而再再而三的暗示 这角色未来的骗钱可能性 当然这角色可是真正的补射地狱 贴纸也特别多 而且装甲的覆盖度没有大到完全遮住透明身体 所以才会发生发售前 因为透明手臂太奇葩而被玩家耻笑了事件 不过这套装甲的外观完整度蛮高的 华丽感也够 再加上盾牌在别人身上的行销方式 可以猜测应该走的是从小伙伴那 及其三神器的玩法 披风分量够又可动机制算是不错 但我说那个响意背包呢 扮人马配件呢 骑士长枪呢 大剑的魔者很帅 分量也够大吧 能用加挂的方式背在背上 也有致敬骑士钢弹的味道在 但颜色差距过大要自己补色 跟背后偷胶肯定是扣分的点 没毛病 罗宾和Edge 2内容物包含本体 弓箭 眼罩 浮空支架等小配件一套 虽然钢弹Edge在铁血孤儿同行的衬托下 评价有回升 最近模型再版销量不错 我也抓了不少支 但这系列自从原本作为改造万用素材的用途 被Beludo Divers的核心钢弹抢走后 对万代来说 Edge的剩余价值好像就只剩下Edge 2了 这支跟亚瑟钢弹一样都是属于前辈级的角色 全身装甲细节点满 没有什么能扩充的空间 把罗宾和特征的高帽 与Edge 2的头顶屏幕做结合 再浮引羽毛装饰做点缀 设计创意算是很不错 外挂的透明瞄准眼罩 有特色又不会完全遮住原本的瞳孔 我蛮喜欢的 而且也跟亚瑟靠透明件强化的主题做了呼应 胸口特别保留 凸显了Edge原本的外观 在三国世界的机体里算是蛮特殊的设计 可惜是贴纸而非透明件小可惜 下盘光看那裙甲就知道可动全废了 但分件加上贴纸补色后 华丽感有出来 这支有个有趣小捏它说 后裙甲是个猫头鹰造型 来体现罗宾和游侠与势力 在夜间也同样好的特色 让人联想到宝可梦里的居色素消 Edge 2特色的肩膀羽翼 变成了增加华丽感的透明件 虽然除了作为分离小飞机的翅膀外 好像没有其他作用 但反正很帅很抢劲就对了 罗宾汉的武器 首先要把他的这个眉毛给拆下来 然后要安装上他这个额外的透明弓的本体零件 来完成他的这一把弓的一个结构 拆掉眉毛零件与额外透明件所组成的弓箭 形状很帅 分量也够 但可惜SD体态手短可动又不够 再把玩上有点卡手卡脚 支援侦察机的部分 首先要把他整个帽子拆掉 再来拆他的这个肩膀 这一块翅膀 那他这帽子就是一个鸟头 上面有眼睛 所以要先把他的这个羽毛的部分 反装 再来翅膀的部分 就按照他的这个外观零件的结构 装在他侧边 最后装上这个额外的浮空支架的零件 来完成他的侦察机的变形 并非自己变成NA 而是把装甲分离拼装成侦察机作为辅助 不过整体结构阳春没太大特色 就是增加可玩点的作用 侦察机内部他上下都有卡扣 就是要扣在他的这个弓箭上 来做成他的一个大绝招的射击模式 但是因为他身体跟他的这一个飞机 有点太卡了 所以这个弓箭其实不是很好装 然后如果你太过暴力的话 还可能会伤害到他翅膀的这个球关的结构 因为透明件很容易裂开 所以这个造型在组装上要小心 大绝招模式 但模型结构太卡不好装 硬装还容易伤零件 还不如把翅膀装回肩膀上有看点 整体偏饥肋的设计 把眉毛跟飞机拆掉后的轻装模式 少了华丽感变得有点路人 比较的部分跟左右两只完全体长辈比起来 骑士攻击就显得瘦弱很多 不过别忘了 H2还有个黑色的宇宙海贼版 难保以后不会出个黑化模式 接下来进入可动的介绍 攻击骑士它就是套原本它的结构 没有特殊的新设计 肩膀上台往前的可动都不会卡 然后平面回旋 但是它手肘没有关节 所以纵观它整个设计 只有信长是手肘有关节的 其他都还是套用原本的结构 这很明显是有过度溺爱某个角色的成分存在 手腕的部分是球关 脖子可动前后转头扭头 腹部的话它的这个裙甲倒没有卡很多 所以前后转腰扭腰 但是裙甲相对就卡很多了 虽然还是球关的结构 但是只有差不多大腿外开的作用 脚踝依然是球关 但是这只的接地我感觉可动没有很好 所以开腿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站不稳的情况 披风是独立可动 但是这个披风并没有长到可以当成第三只脚称帝 罗宾和的可动因为造型复杂的关系 所以可动就比较卡 肩膀上台再加上它肩膀的球关大概只有这样 往前可动倒是没有问题 往下的可动就是差不多的结构 然后它的这一个部分呢是一个球关连接在肩膀上 所以可以自动调整各种角度 脖子都是不卡 而且往前的中央角度也够 前后转头扭头 那再往下基本上就没什么可动了 腹部的话往前就卡了 往后还OK 然后它的这一个 不管是前裙甲还是侧裙甲 完全就是已经是一个装上去之后 密合封死的状态 甚至你想要把它腿打开都还有可能导致这个裙甲脱落 所以可动上的话 它连开腿其实都不是很好掌控 所以下半身其实只讲求它的这个接地性 能够让它站稳 不要倒就好了 结论 罗宾和整体完成度高 演员与题材的契合度也有到位 可玩点也多 没什么好挑剔的 攻击骑士应该是走 先靠其他小伙伴送装 完成第一版三神器完全体 最后再出一版全新设计的完美装甲 作为最终形态的套路 所以这支可以先买先享受 也可以选择等 以免被打脸 各位自行斟酌 反正这东西便宜没什么好怕的 以上就是本次SD钢弹世界群音级 骑士攻击钢弹与罗宾和钢弹H2的介绍 详细的通论说明请点击下方的推广网址 那喜欢阿姆维登章 请记得订阅阿姆维登局部 阿姆维登局部我们下篇一段再见 拜拜 阿姆维登局部 阿姆维登局部 阿姆维登局部